第二個優點就是我們整個拍攝不需要後製去合成任何東西 因為你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就是你其實已經在現場合成所有東西了 真的非常有效率 就變成你不需要把你現場想的東西跟後面想的東西可能會有一點落差 這個需要擔心的部分你可以把它丟一邊 因為你現場就可以決定所有東西 你想要往左邊往右邊背景往左邊往右邊 東西就會不一樣啊 那你就可以現場攝影就可以去看看到底哪邊是適合你拍攝的物件 或者是你就是很輕鬆的去可以調整背景 你想要調整怎麼樣子都可以 那第二個優點呢 第二個優點就是我們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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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優點就是我們不需要再後製合成任何東西 我們現場就已經合成 然後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場合成的樣子到底長怎麼樣 我們就不需要攝影就想像說我們現在綠幕嗎 怎麼樣這個背景在哪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即時構圖 然後就會可能有一些想法不同 那我們現場就已經知道背景長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去構圖啊 構我們的圖 然後或者是做任何的調整 都非常非常方便 第二個優點呢 第二個優點呢 第二個優點就是我們不需要再後製合成任何東西的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在現場已經把所有東西都合成 而且我們合成的內容是 攝影師跟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所以你導演啊 攝影師啊 燈光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最終的影像 我們的背景長怎麼樣 大家也比較容易去執行 所有他們該做的事情 就不需要 像是綠幕 我們要大家憑空想像 然後看著那個草圖 或者是一個 簡單的草稿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想像說 我們背景大概會長怎麼樣 這就是非常非常 就比較不方便的地方啊 那如果是虛擬攝影棚 真的是 輕鬆非常多 就 大家可以更明確知道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而不是就憑空想像 但是比较多很多 我會幫你